校巴全車陷入火海 火舌伴隨著大量的濃煙頻出斜外 泰國曼谷一格載有四十多個小學生和老師的校巴 星期二中午出發前往參與課外活動 當校巴駛到巴登塔利府國家紀念館的橋底時 前陸突然爆胎 失控撞到橋等的金屬衛藍,之後起火 消防接報道場花了大約一小時將火救息 意外之後,車廂燒成廢鐵,座位都剩下鐵架 消息說車上最少找到十具遺體 很多人仍下落不明 但由於車上的溫度相當高,調查人員未能上車調查 泰國新人總理沛通坦在社交平台發文說 政府將會承擔醫療費用賠償離難者家屬